不過說到不管是蘋果或者是輝達 其實他們最需要的都是台積電 我們要請教永年哥 台積電傳出說 他們的三奈米的產能 現在被他整個大客戶都給包滿了 訂單已經拿到2026年 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這個禮拜大家也非常關注的 就是台積電的除夕大秀 在禮拜四就要登場了 不過在今天我們看到 整個台股的表現 就是感覺比較不理想 對 接下來要怎麼觀察 OK 好 那我們先看大盤好了 然後我們再來談台積電 台積電畢竟是重中之重 好 那我們看這個 我們台灣股市今天是開高走低 為什麼開高走低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外資還是站在賣方 今天賣了330億 而且自營商也站在賣方 賣了110億 真的是兩個加起來 就賣了400多億 好 所以它當然開高走低 那開高走低 其實有個很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指數很高了 指數很高了 所以現在 而且現在大家都在等什麼 等聯準會利率決策 所以利率決策 它是在我們台北時間 這個禮拜四的凌晨 它會宣布利率決策 當然不太可能會降息或升息 維持原來的 不管怎麼樣 到時候就會決定 短期的趨勢方向 那麼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月見技術指標過熱了 隨時有可能會回檔 以月為單位的回檔 雖然就是指數來到現在這個水位的話 是隨時有可能會有回檔的風險 對 這點大家要特別注意 什麼時候風險最高 從6月13號到6月20號 這一段期間風險最高 那就是風險最高的時間就要到了 就要小心 OK 好 可是如果能夠守住五日線 就表示要守住多頭的格局了 可是萬一跌破月線的時候 就要小心了 這個堤防多轉空 這個大盤到底會怎麼走 還是由台積電說了算 其實台積電剛才 剛才就提到了對不對 就是說台積電 3奈米 它的訂單會到2026年 對不對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去年年底的時候 大家還怕什麼 它的產能利用率只有三成 大家還在貪心說 今年產能利用不足 怎麼樣 結果現在一下子翻出來變成 變成又到2026年 所以黃文勳就有講了 台積電你應該要漲價了 太委屈了 然後加上庫廠股的雙利多 在這邊撐盤 台積電 它就用在198到1281元 直接要買庫廠股 中位數是940塊 這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現在彭博士也有講 全球供應鏈現在分裂 台積電跟鴻海就變成 它是領導重塑供應鏈 全球的供應鏈 所以就是要看台積電 跟看鴻海 看鴻海 對 沒有錯 今天這兩張股票都收紅了 對不對 OK 好 台積電領軍除息大學要開始了 就禮拜四 下個月就有1160億的 除息後的資金分裂起來 最近又是除息的旺季 對 所以6月份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可是7月份以後 這些除息的資金就開始流回來了 進來之後就是會有機會推升台股 對 好 不過再請教永年哥 我們說台積電 它本身是大家所觀察的 但如果說台積電後市看好 帶頭衝的話 它相關的一個供應鏈 是有機會也跟著持箱喝辣 尤其是在COAX封測這一塊 對 理論上來講 因為現在COAX 結果他現在發現 本來大家預計說 今年這個COAX的產能 應該可以供得上 應該可以供給得上 應付得了這個市場的需求 結果沒想到發現 哇 還是不行 所以對於這個 尤其是COAX的概念股 我是覺得說可以值得注意 我們台積電的概念股 這裡有以下這些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像中砂 我們先看 這一些的供應鏈 它今年到目前為止 1到5月的營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幾乎都是成長的 除了紅塑之外 其他幾乎都是成長的 不管你是做砂輪的 COAX機台 半導體設備 光照盒 廠物工程 先進封裝 還有探針卡都是一樣 通通都是成長的 所以真的是大樹底下好遮蔽 對不對 有台積電這個做靠山 真的是勝山了 OK 好 所以我們先看中砂 其實我們提出來這四檔 中砂 紅塑 加登跟隱威 其實大家可以看 他們的技術面 到目前為止 都是屬於一個強勢的 因為都站上了 所有的移動軍線 所以不管今天是收黑K 還是收紅K 它都是站上所有移動軍線 我們就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中砂來講的話 2奈米將在明年底開始量產 它鑽石碟的消耗用量將翻倍 這個可以值得注意 那麼5月份以來 外資的買超5339張 短線需要技術性的整理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去追高 另外加登 加登這一檔股票 我是覺得比較有搞頭的地方 在於說 它盤整了很久 然後終於站上了 所有的短期移動軍線 短中期的移動軍線 那麼光照核其實 它是集中在下半年拉貨 所以公不應求 這個已經確定了 COAS載具出貨delay了 所以爆發的時間點 會落在明年跟後年 這兩年 5月份以來 外資也買超1590張 另外紅碩 紅碩它高單價 然後它股價的位階 已經比較高了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它有沒有短線拉回的可能 至於說 因為先進封裝的技術 已經超過50% 佔它的50% 都會用到紅碩的產品 所以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 新廠 這個重點 新廠預計明年10月要出貨 預期中產能會翻倍 翻倍 明年的時候會翻倍 所以5月份以來 外資也是買超530張 隱薇這檔股票 它5月份它是營收是減少的 可是今年1到5月還是增加的 伺服器的需求回溫 還有AI GPU的持續的放量 預計會今年的 像這種高速運算的業務 將會成長70% 所以對它來講 以今年上半年的專 表現還OK而已 可是下半年會表現得 非常的熱烈 所以這檔股票 這四檔股票 我覺得我們投資朋友 都可以觀察注意的 好 剛剛有年隔代 我們看到台積電 到現在訂單滿手 那麼整個預計在三奈米產能的部分 訂單已經可以拿到二零二六年了 當然也帶動了相關的供應鏈 都有機會跟著做表現 我回答請講 黃玲勳這次來到臺灣 他說擴大對臺灣的投資 我們今天有年隔代 我們看 你看 他又要招募千名工程師 又要建立臺灣的總部 不過他最擔心的就是電的問題 如果在這樣的題材之下 那重電股不就是後事看好嗎 對 其實現在因為AI這個運算中心 全世界各處都要建立了 所以現在這個缺電的問題 不是只有臺灣在擔心 現在全世界都在這邊 你知道 嚇得要死 可是說因為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像跟電線電纜 或者是這個發電有關係的 這重電股 它其實已經大部分都整理很久了 其實是有機會再有所表現的 像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市電中心電亞利 華晨大同 你看他們的EPS幾乎都是呈現 雙位數以上的成長 第一季的EPS 今年累計的營收年增率 幾乎也都是成雙位數的成長 所以他們的基本面表現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看一下技術面 像以中心電來講的話 因為它五月份 你看它五月份 營收年增率還10% 今天的營收率也是10% 六月份因為會有 祭底工程案的集中任列 所以目前它到第二季 它的EPS會出來 表現應該也會不錯 而且目前載手訂單多少 400億 400億可以做到什麼時候 大概可以做到明年年底 已經進入美國電廠的 變壓季供應商名單當中 所以預計在美國的 大的電廠出貨 應該在明年下半年出貨 好 然後我們再看華晨 華晨五月營收 也表現的是雙位數的成長 最重要的是 美國推動基礎建設法案稅 超高壓變壓器 它外銷訂單能見度 已經到了兩到三年 這個公司外銷的比重 已經接近五成了 跟去年相比 去年才36% 今年近五成了 到五成了 然後你可以看 這兩檔股票 有什麼共同點 他們都在這個季線之下 盤整了一段時間 拉回來一段時間 最近這兩個交易日 已經開始 又準備收復季線了 而且量價配合度都相當好 唯一比較差的是說 像中興店 它上檔的套牢壓力比較重 可是華晨 雖然上面也做一個類似頭部 可是它沒什麼套牢量 所以兩個的差異點在這裡 投資朋友可以注意一下